你肯定不知道 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俗语 有哪些 有这么十句俗语啊 我们平时呢 经常挂在嘴边 但是实际上 被误传了几千年了 看看 你被骗了多少年 第一句 无毒不丈夫 原句啊 人家是 亮小非君子 无度不丈夫 意思是说 男人呢 一定要有自己的度量 才能称之为大丈夫 但由于度和毒呢 发音很接近 传着传着就变成了 不狠毒就不是男人 第二句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原句啊 人家是 嫁起随起 嫁走随走 意思就是说 一个女人呢 即使嫁给了乞丐 或者是年龄大的人 也要随她生活一辈子 强调的 是随遇而安的心态 随着时代的变迁啊 就变成七和狗了 第三句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原句啊 是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 皮匠呢 在古代是 富将军的意思 意思是说 三个富将军的智慧呢 合起来 可以顶一个诸葛亮 比喻人多 智慧多嘛 现在啊 三个臭皮匠 就变成了人多 瞎凑合了 第四句啊 人不为己 天诸地面 实际上啊 这里的为呢 其实不读为 而是读为 为啊 是作为的意思 为己 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不为己 天诸地面 强调啊 是人呢 要活出自己 最真实的状态 第五句 女子无才 便是德 很多人啊 都以为是 女子没有才能 便是最好的品德 但实际上啊 是说 女子本来有才 但是啊 从不显露自己的才能 就是一种德行 第六句 人尽可夫 原句啊 是人尽夫也 父依而已 意思是说啊 人人都可以做丈夫 但是啊 父亲呢 只有一个 强调啊 是父亲的重要性 传着传着啊 就变成了生活 作风不检点的女子了 第七句 狗屁不通 原句啊 是狗皮不通 意思是说啊 狗的皮肤呢 是没有汗腺的 夏天的时候啊 只能用舌头来散热 现在就变成了贬义词 第八句 无肩不成伤 原句啊 是无肩不成伤 意思是说啊 古代的米商呢 在卖米的时候啊 先会将斗装满 再在上面啊 加一些米 让斗里的米呢 冒尖 有买有送嘛 表示商人的慷慨和厚道 现在就变成了 商人奸诈 不守诚信了 第九句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囊 原句啊 是舍不得鞋子 套不住囊 意思是说啊 要想打到囊 就不要怕废鞋 因为猎人不猎啊 往往要翻山越岭 跑许多的山路 所以啊 非常的废鞋子 后来啊 由于四川的方言里面呢 鞋子啊 叫做孩子 就变成了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囊了 第十句啊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原句啊 是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敬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 这里的女子啊 其实并不是指女人 而是指那些内心阴险狡诈的人 意思是说啊 那些阴险狡诈的卑鄙的人啊 是最难以相处的 如果你离他们近了 他们就会侮辱你 对你不近 如果你离他们远了 他们又会心生妒忌 生恨 这十句俗雅 您误解了多少句呢